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不要打了 现在全是无字 这个无字跟这个尾字差不多要多 这个娃字有点少 这个无字跟尾字有点多 但是这个差不多要多 但是我觉得吧 其实刚刚无走说出来的几个点 在于唐走的身上 所以我这一点我很 那个啥 而且那天就是说 我们一起唱歌的那天 无走明明白白的受你 这个我就已经很清楚了 很明白了 所以可能我现在 我觉得吧 还是这个 这个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干嘛呀你想撮合我俩 不是 这个无走啊 对吧 这位兄弟嘛对吧 他这个 眼里充满了爱奇 这个必须你让他一个 这个什么 看到没有啊 就不会了 哈哈哈 嗯 哇 之前是无字开明 无字报名了 现在 其实现在是二血一的 这个不要打了加尔白 不要打了 哈哈哈 不管是五还是尾 不要打了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哈哈哈 那个烦死了 但是哦 但是 但是 我再送你一个真心话 阿伟 嗯 但是我喜欢这个人 我不准备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吗 所以嘛 现在你们都知道 这是你 你跟我走出的吗 还是跟我说的 不是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是告诉你 这是我送给你的 作为咱们俩这么好的哥们 我跟你说的 我不准备 咱们俩 嗯 嗯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人是个二百五 我真的是 哎 但是真的 我真的想唱一首歌 嗯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无字 也有点像二百五 真的 哈哈哈哈 唱首歌 你唱嘛唱 唱给唐唐听 你们三个都像二百五 唱 唱给唐唐听 来 你来 黑命在我的爱 来 啊 此时此刻 他弹走 吴总唱 就跟你去 你就唱吧 来 家伙们 对不对 你们觉得我唱是谁唱 谁来的爱呢 我不想听吴总唱 我也不想唱 哈哈 你不想听吴总唱 你们谁都唱了好吧 你们每个人都唱了 不是那天吴总送你回家 你不也挺开心的吗 这咋回事了 这这这一天 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 是不是哪里让他不开心了 我露你哦 我跟你说 好兄弟之间不能不能这样对唐唐我跟你说 哎呀 吴总欺负我了 阿伟 他欺负你了是吧 这样必须得露他 小娃 吴总 吴总拉出去 你们两个对这 两个大逼回来的 对这一下 吴总 我我我我 我总感觉吴总是 对我有点什么想法呀 怎么办呀阿伟 啊 我感觉 我感觉吴总 好像是对我有这么一丢丢的意思 不是 你们两个 对吧 都是我的好哥吗 这如果有点有点那个啥 我精神上支持嘛 对吧 精神上支持 那哪天真的生那个啥了 我那个那个大猴包 绝对这么大 大猴包 到位 我都说了我是有父之父 你非要 啥有父之父 那些平时也没有听到你有父之父 所以你知道吗 家人们我我我开玩笑 我不喜欢吴总 因为吴总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 我刚跟大家说 我喜欢人是个250 你知道吗 不会像吴总这么聪明 不是 那个啥你这 我觉得你说话 那有点 不是 你有些话你 你可以 对吧 这两天我知道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到底你就是这么说的这么 说话 话里有话 是吧 我说你了吗 阿维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我喜欢250 你在激动什么 不是我我我我 哈哈哈哈 你在做多情什么 不是我走 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说不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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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打一波250 哈哈哈 你们两个的开心就拿我来说 说事啊 嗯 这也不好啊 这样 那我们关系这么好 你拿我开玩笑 我也要拿你开开玩笑啊 对对 没事啊 主要是你们两个开心就好啊 今天主要是你们两个开心就好 我们两个开心就好啊 这两天那的话都不说 这啥意思吗 这 到底做错了什么吗 哈哈 那男人嘛 放下面子来 刀跟切记 完了 来说一下 好好说一下 对吧 你到底跟谈子说了什么 碎了 我拉铁跟你说的 不该说的话 哈哈哈哈 不要笑 妈妈说 妈妈说不要激动 哈哈哈哈 你那天说了什么 到底说了什么 嗯 那天 对 那一天 我不应该 因为喝不了八加一了 我就说 我就说 哈哈 你说嘛 没事说嘛 妈妈说 其实 我跟你说就实话 你要珍惜 二百这个二百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这 简直又带到我这来了 嗯 那天 你说他呢 回去的时候 你 你这一路收到家 有有出了什么 你肯定说了不对的 对的实话 那一天 我跟唐唐一起走回酒店的时候 我的 哈哈哈哈 你跟我说八道什么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 不能 你跟谁走回酒店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明白了 你黑我是不是你 你还 哈哈 不是我 我就想喂 我就想喂 等一下 他别等我送米饭吧 不是你你替我说 我就想问人家 他走这么这么大的一个老总 你怎么走路收到酒店 你肯定要开车收到酒店 他喝酒 哈哈哈哈 哦我明白了 你们两个是那天晚上喝了八加一之后 慢慢的走 哦就走边聊边走走到酒店 哎呀把我笑死了 哎呀把我笑死了 不是我 那人的现实是什么我告诉你 呃 呃 吴总喝八加一喝不过我 知道吧 是我 是我把喝 喝多的吴总 把他送回去的 知道吗 对你说 喝八加一想占堂堂便宜 有点点 一般男生喝不过堂堂知道吗 对不对吴总 哦是他他说这个我们走回到酒店了是吧 对呀 被你卖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把他送到那个酒店那个大楼楼底下 我说我走了 嗯 他说了什么 我们装KTV的地方给酒店的楼底下不 不超过100米 对不对 哈哈哈真的是 你就是说我送路就走到那个酒店的门口 你就做谁回去了就行的吗 明明白白能说清的 对不对 你能不能好好说清楚吗 真的是 要不我歇死了 那我我小卫啊 受到酒店门口 没有没有上楼坐一下吧 就是没有到酒店去喝杯茶什么的吗 有啊阿伟 有你妹也有 哈哈哈 知道了 真的是 气死我了 哎 那男人嘛 出来会被打药定症犯了错要热吗 你这 还不承认 我本来还想调侃一下你的我想说几句话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是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啥知道不 这个一直在用眼神看着我 大胆上楼做做贴高贴云淡 真的你是这个这个吃喝着茶看着戏不写四大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大哥 嗯 五种直播节气氛搞得很好 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知道不这样 今天我们就是对不对 我们三个人 就算合固也那个小品好不好 大家开心 但是我今天我跟大家说真心话 唯一不开心的就是 我 唐总 小王 我们三个人都说了 旧阿伟没有说 怎么说了没有说啊 对不对 小王是不是 是不是就阿伟没有说 说什么 他喜欢什么样的水 没有说什么样 啊真心话是不是 对啊 嗯 我小王 我们在活动现场的四个人有三个人说了 旧阿伟没有说 家人们想不想听阿伟说 想听阿伟说的话 来家人们我们打想知的人 我们都打 你别走啊 我们都把粉丝灯牌入一下 这样子好不好 你没有机会让我说呀 阿伟他去 那个 三个WC 哪里都没去啊 不用说 那家人们都想我 我问你一下你就 我就 问 问一个好不好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阿伟 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太爽了 至少要问三个问题 那我就问你三个问题 但是你要有理由 有理由吗 来家人们 我们直播间 三千四百个人 我们打一千个响子出来 好吧 让我四处有名 行不行 家人们 我怕不能播 我怕不能 没有了 有一千个人嘛 只要一千个人打就行了嘛 小王登记一下 嗯 嗯 现在还没显示 有多少个人打得出 家人们就只要打一个只想 不要打多只了 不要打多了 好不好 我走开我走开来怎么主持嘛 我今天是主持主持走开来怎么办嘛 今天晚上都高兴了对不对 都高兴了 你要入个粉丝灯牌呀 是不是 怎么才六十几个打出来 我看你已经打了好多了 已经100个了啊 家人们 他们都不想 他们已经110个了 已经150个了 只要对不对 我们有一千个人说想 对不对 我们就要安排 好不好 必须安排 得占100万 得占100万 距离太远了 现在才是20万都不到 怎么可能嘛 就打 就打想字 家人们就打想字 打到一千个 我就不信 还问不了 对不对 还治不了这个问 治不了他 等一下我不问 我在堂中问 我都不问 我主持人都不问家人们 你们打想字 我问啊 真的 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你还不开心吗 开心就跌头 我把这个问问题的权利交给你 你不开心啊 啊 为什么 我财方 家人们你们去打想字 你们不用管我们 已经400个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 我没有不开心 我没 我没什么好问呢 你就问 你心目中有没有2005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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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来家人们怎么又怎么断了呀 阿伟你自己说吧 那谁把我瓶子丢了呀 我自己说是吧 对 什么问题可以问你 来家人们 这么的 我们玩大冒险吧 不要真心话了 大冒险 都不关你什么事的了 对 惩罚我说 你对 你就占便宜 对不对 嗯 我是女孩子嘛 你让一下我嘛 我都说了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 那兄弟我也是女孩子啊 你们让让我 你们两个谁输了 谁 谁大冒险 然后我来出题目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吹口哨 吹口哨 那是那我 我们是兄弟的吗 这个 我告诉你 你这个男孩 对着一个女孩子 这样吹口哨 就好像 一个女生在对着你放电一样 知道吗 啊 会会产生误会的 嗯 没有 这个直播间的家人没得懂 我们是兄弟 你看比如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这个杖杖摟不起来 杖杖摟不起来 摟不起来 那这样 嗯 家人们 嗯我们 我现在直播间 都给你点赞去了 嗯 阿伟我现在直播间只有600个人 嗯 你数20秒钟 如果我的直播间 能从你的直播间来 1000个人 嗯 你就输了好不好 偷偷喊一下 听不懂 听不懂 你你你倒数10秒钟 倒数10秒钟 我现在直播间有600个人 嗯 如果10秒钟之后 我直播间变成 1600个人 只要能来1000个人 然后你就输给我了 我就问你这些 可以 可不可以 你数吧10秒钟啊 家人们 10秒钟你们来我直播间 好不好 到1600人 他就输了 啊 你数吧 来 10 快来家人们快来我直播间 有 有一个算一个 现在700个了 8 700个了快点快点快点 700个了快点快点 700个了快点快点 600 你别说话 哎我跟你说 怎么了 今天数到几了 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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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吴总 你能不能把我那个链接给我上一下 我为什么要给你上链接啊 你链接我就没下过我把他下了些 我我我都忘记我下了 你你给我上了但是你没给我开架好吧 那1000个人了还有还有600个人抓紧时间好不好 然后咱们来一下直播间啊 3 我也会吹口声啊 2 1 你干嘛不看我呀 这个 打到1600了没有 你看一下 看一下小王 打到17了 17030 17 给你机会你不周诱啊 机会是给你了吧 你不周诱 我跟你说啊 这个吹这个 这个是女的不能吹男的 知道吧 只有男的可以吹女的 为什么呀 女的吹男的话就就有点 有点有点 这太爷们了 这这这 这女的就要为人 不好意思 这样子才才好看呢 呦 我今天穿的很女人 你看 我知道你穿的很女人 但是你那个那个姿势就有点有点有点那个了吗 你看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好看吗 女孩子这样子搞的话 那那那你喜欢女孩子怎么样 啊 你喜欢女孩子怎么样 我喜欢女孩子怎么样 你喜欢绿茶 没有让我说的吗 我本来想说的 但是 你喜欢绿茶 这个 真心话 这这这不能乱说的 知道吧 这不是真心话 这是我们俩闲聊 阿伟就是喜欢绿茶 阿伟帅是吧 家人们细细夸角 这个 阿伟比较喜欢绿茶 不喜欢 我家人们我长的不帅啊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赖看型的啊 就是越看越碎眼那种 不信你们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赖看型的那种吗 我虽然长的不帅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赖看型的 你们仔细看一下不相信 是不是吗 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像那个华小明哦 许文强 好看 那是假笑就不好看 嗯 你好看 阿伟是富二代 没有没有 这个 咱哪扯到富二代去了 我是富一代家人们不是富二代啊 超美 没有啊 这个人嘛 这个世界上赌鱼玩的自己肯定要有自恋 对不对 世界上赌鱼玩的自己要有自信 对吧 不然活着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话 是不是家人们 啥子都耍我 啥子都耍我都耍 你别说我们两个有夫妻相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你干嘛你跟我有夫妻相 你觉得你觉得很丢脸吗 没有没有 你这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你吗 你这个整整的唐总这个 我以后你以后可不可以 不要喊什么唐总了 私底下私底下都是唐总 为什么一直播就要喊我唐总 啊啊 那就我就不叫唐总了 我就叫甜甜唐唐啊 哦 这也可以吧 你喊 你反正别喊我唐总就行 行吗 行那就叫你甜甜嘛 他变成甜嘛 就是甜一点嘛 甜甜蜜蜜的嘛 好吧 行啊 啊 行啊 什么 可以啊 可以可以 他他姐 那我就叫你唐他姐吧 唐姐 你叫唐姐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叫你两个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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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为难 叫你两个字 你自己猜一下 这两个字怎么叫要好提点 嗯 兄弟 呵呵呵呵呵 这么多家人们啊 呃 今天晚上特别开心啊 你们不要再接着什么叫老婆 哎呀 我说的是叫唐他还是叫甜甜 两个字 哪个好提点 你们这这这什么宝贝老婆都来了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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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